我给你接了个广告 你拍不拍 一个客户公司的匪备罐头 他们说你粉丝多 想让你给宣传宣传 我没弄过这 再说了我现在上到晚来 人家给钱了 啥情况 给钱了 这不是想让你多点收入吗 我的天哪 不是咱俩 不是签了一事 这让你这客户给你搅带了 那我感觉我可以试试 拍啥 真是个天才 飞鱼罐头 这扎牌 你就把它拿起来 然后给它打开 先闻一闻 然后吃 夸它就完了 这真简单 我给你啥打开 我最喜欢吃鱼了 不这不是啥 先打开 然后问一问 你怎么回事啊 你得吃呀 出来我去广告词 钱就到手了 还记得这是啥 这都给它过去的事 这咋吃 这我拍不了 还有什么 那都打开了 钱也请你收了 那你不拍 那不违约了吗 还违约 你广告词是啥 你就说 匪于罐头 让你匪备所思 虽然闻着臭 但是吃着香 匪备罐头 让你匪备所思 虽然闻着臭 但是吃着香 不能是这样的表情 你要微笑呀 你不是喜欢吃鱼吗 你要很享受的吃 然后说这个广告词 享受不了一点 我喜欢吃鱼 你不能这么说 你这样都不得赔人家钱呀 我再是 微笑 这样行吗 在对 好 肥于罐头 让你肥备所思 虽然闻着臭 但是 还是吃嘛 吃什么高度 而且这个我看不了 五位约就五位约吧 我不拍了 出去 出去 这样吧 哇 不是心动感 小狗一生都不跳 对你莫名的心跳 贝贝 你知道我有事吗 我有打架 哎呦你妈 我有打架 我是想跟你说要 明天公司还价的话 给他们还价都给我 我想上班 嗯 啊 为什么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呢 你要是有事要跟我说 不是 大家 我没有什么困难 那你是 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个人 来到这个城市 也没有什么朋友 公司房价 他们都是有对象 一对一对的 出去玩的也才行 我一个人 我也不想出去 所以我想加班 哪里好 咱俩 咱俩 这是 公司明天照顽画价 你拿一会儿下班了 我再去洗一下 明天 做我一天的司机 陪我出去玩 对 啊 怎么 不想就算了 不是 白天我去 哈哈哈哈 咱俩 嗯 没有啥事的话 我都去上班了 嗯去吧 下班的时候 我都去洗车 嗯去吧 哈 啊 哈哈哈哈 大哥你等一下 我去买流氓水 好你去吧 喂 你是谁呀 他这个手机怎么在你这里呀 嗯 他去买水了 等一下回来让他给你回电话 我是问你是谁 不好意思啊美女 你好像也没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他的前女友 我叫肖肖 啊 喂 怎么不说话 等他回来让他给你回电话吧 先这样 大姐谁没 大姐你怎么走到这边来了 哈哈哈哈 大姐你咋了 肖肖是谁呀 不是 大姐 不是 赶紧给他和个电话吧 他在找你 大姐你没有生气吧 我没有生气啊 就一堆堆坎坎 哈哈哈哈 不做寂寞的努力 又不做孤独的鬼 我没有生气了 但是再给你 你也要吃 你不做孤独的软护 我没有生气 你知道我 成何人就承认了 这个我可不知道 你要问一下大嫂姐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打溜我怎么找你 找我什么事 我就是想跟你解释 要昨天那个点号的事 不用解释 虽然我是你的老板 但是你要谈恋爱 不完全干涉 打溜我知道你生气了 菲菲 这是在公司 不知道在公司 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其实我跟他好多年都没有练习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打个电话 你谈了多久 蛤 蛤 我问你谈了多久 打溜这个你放心 其实我跟他谈了有半年 但是你也了解我 我连生活也没有练过 好 我知道了你还有事吗 有 今天我在公司来 看其他当事 说明欠他们和那他 每个人都有 但是 这么没有我们报完后人 这个呀 我办公室已经准备了一项了 等一下你拿去分给他们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下去给队长说一下 然后 那我就给他们分一下 等等 这个给你 等一下这是 这是我给你熬的鸡汤 怎么 不要喝算 很好 对 哈哈哈 很快 5 5 5 6 6